监视器中一名男子骑车到派出所 还踢起机车支架 旋即下车步行 看似一切正常 但其实他早已身负重伤 男子派出所前脚步逐渐满山 远警健壮立刻冲出关心 急抠救护车到场 但为时已晚 男子颈部被割出一个大洞 连气管都被砍断 倒在血迫中已经伤重不治 男子机车上滴满鲜血 惨不忍睹 是谁下的手 警方获报 砍人的嫌犯能留在现场 立刻派员前往抓捕 却发现嫌犯也早已身亡 封锁线高高为喜 据了解 两人从国小开始就是同学 同为七十三年次 事发前一天晚上 还一起喝酒到早上 没想到只隔几个小时 就发生意外 嫌犯伤人后 还想追砍自己父亲和自家的狗 最后失血过多倒地 我就看到他流很多血而已 我就很怕我就快点叫救护车 被害人怎么也想不到 力劝朋友别做傻事 反遭致命攻击 拼尽最后一口气 骑了三百公尺求救 仍然不幸身亡 记得曾伟祥城广内 陈振茂南投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中视频道